大家好,歡迎收看這一節的即市攻略 我是林志彤 這個環節邀請來Stanley跟我們聊,Stanley你好 你好 先看看大家,如果有任何股票上的問題 可以打來204-6566問一下我們專家意見 或者可以把問題電郵去到ASK-BSChannel.com 或者WhatsApp到91571428給我們 Facebook上面都是准直播 大家可以幫我們like和share一條影片 有問題可以在下面留言,會盡快解答大家 先和大家看看港股最新走勢 港股下午回來繼續要跌 現在跌了278.25523點 企指數跌了132點 暫時做了10166點 大股成交506億多 Stanley,這節先說一下市場 上星期彈完之後 今天又不是很碰當 曾經跌超過300點 看見A股方面 亦都是弱勢持續 雖然不是跌得很多 但都是打不起 看看今天什麼股份拖下來 7000,內銀股和5號 都是跌幅比較大 拖了市場 如果看人民幣方面 人民幣中間也是10年 似乎 負面因素仍然未消除 港股後市 都難些 樂觀些 因為又要擔心美國會不會 將中國連入做匯率操縱過 這陣子都沒有樂觀過 這陣子 這陣子 即使市場 彈也好 都說是反彈 死貓彈 死貓彈 死貓彈也彈得不多 老實說 整個市場的氣氛都 真的差 今天就有趣 其實你說港股的行程 都是頑皮的 不過大家 我又不太明白 為什麼大家一開始的時間 又覺得市場會不差 可能給你們的音樂 我本身是想著 因為上個星期五 美股又好像不錯 我覺得今天 就算不大升也好 跌幅應該也不太大 但今天的跌幅 我猜是雜幅一點上落 但今天又不是 都要跌成300多 這裏又和大家可以解釋一下 因為大家要記住 其實美股星期五的升 星期五 即我們的星期五 其實反映了 因為你記住 其實在下午的時間 美股已經開了 其實港股 為什麼會升到 最主要跟著美股彈 所以你可以說 已經跟著了 還有 星期五晚 美股下的走勢 大家如果純粹看收市開市的界 你應該沒有什麼 你覺得我也是升了反彈 但如果你看到中途的升跌幅 其實是嚇到你的 我那晚真的看完 差不多了 我看到收市 差不多了 24個小時沒有睡 我那晚都四點多小時才睡 不過真的挺難熬 所以年紀大 現在真的熬一晚 真的不好 但你現在說這件事 其實如果你看到 那個走勢 其實是嚇到的 你想想 先升四舊 然後倒下跌過 然後再打上來 又跌了一層又再打上去 你可以說 其實是中途 整個發表的 所以你現在說 是不是會反映到 美股那邊 是叫做好屈頂 其實不是 甚至乎 其實很有趣 波浩真 你說好像 伯述ADL 都能升 是 但是 講的這邊 又沒有跟 最主要是 通常我們開市的時間 是跟著什麼走 跟著A股 還有人民幣匯價 所以 又出現了 有時候也不差的情況 所以看著美股來參考,其實意義不是很高 反而看著A股,人民幣的匯價會比較好 還有今個星期本身有很多變數 怕是黑天鵝事件 什麼黑天鵝事件,我想聽聽 我今天看報紙,今個星期有很多東西 首先看看會不會將中國列為一個匯率操控國 有一堆數據,GDP數據 但那些又不會叫黑天鵝 黑天鵝等於你覺得是不會發生,而發生了 那些才是黑天鵝 我覺得你是貨幣操控操縱國 其實看上去應該機會又不大 數據你又預算差 但中期選舉之前,特朗普不會再搞中國嗎 他想搞的,現在有些迫切性要轉移視線 因為他現在國內都面對著很多的挑戰用壓力 譬如沙特這件事 這件事他都煩的了 就是看他怎樣處理 因為一旦說得不好 分分鐘中期選舉可能真的有機會 會出現過可能意想不到的局面 不過就是這樣說 其實中期選舉 你說眾議院你輸就輸了 現在的情況輸就輸了 但是在參議院裏面 因為這次的改選只有二十多個位 只要你共和黨贏九席已經搞定了 所以你說中間的變數反而相對比較小 但問題是其中一邊只要是被民主黨贏了的話 變成你之後的施政難度會不會大了 但這些又怎樣而都是要之內的 除非真是這麼搞笑的 你說連參議院都輸了 這一刻真是搞笑的 但問題是按到你機會又不大 反而現在的問題 我想在於經濟上去看 美國那邊 真的那個的變數 甚至乎那個 可能你說那個衰的情況 大家反而這一下 就還是猜一猜一猜 你問我自己都覺得 應該都不是那麽理想的了 但是沒有事情 看看情況如何演化下去 不過你講過現在是沒有辦法的了 講過一定是跟著A谷你走 你今天竟然在上仲子 都真的打不回到2,600以上 這些都是差的了 但是看回大陸 出了一些數據 出了一些政策去扶持一些行業 先講一些數據 前三季度 中央工業企業的實現利潤按年 增長大約是3.35% 高於中央企業整體效益增幅 12.2% 分點似乎這樣聽都可以 但是這些公司 即是頭三季可能說 盤數或者是利潤情況 都保持到的時候 但是有幫助到多少呢 沒有什麼 我想現在這一轉 其實那個挑戰性在哪裏 是全景 沒錯 大家覺得公司的業績 頭三季也好 甚至乎 今年全年來講的行程 你不會怎樣差 但是大家現在最擔心 是說明年那個情況 因為 甚至乎這一轉的時間 你有一些數據出來是好的 大家都可能會覺得 就是說可能因為本身 你美國在叫做 關稅之前的時間 可能加大一些叫做 入貨或出貨的情況 是 所以變成這一陣 大家會覺得 可能有機會不差 但是問題是 到你之後的時間 當你一旦 你說關稅真的要做 那個衝擊有多大呢 這個反而是比較難去估計 所以大家現在反而是擔心 你前面看上去 是很不明朗 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按道理 現在你說市場 為什麼會好像 那麼擔心 那麼擔心 是擔心這件事 所以第二次這樣說 就是整個市場 現在有沒有一些 相對比較正面的消息 你又真的見不到 就是問心你說 就是讓你想盡它 你說有什麼好消息 在面前 真的見不到 是 最多你可以說 那中美貿易戰和解 行不行 我說不行 OK的 但問題是 大家會遇見到之後 那個經濟的狀況 看上去 都真的不是那麼理想 所以 怎樣都好 這一局真的難刷 同樣的道理 應該都是放在美股那裡 即是接下來 都保持著業績期 第三季 那些貴度業績的情況 都會出回來 其實就是 美股都是預料 大家都是看 接下來的目標 美股呢 就有趣的 有兩樣東西 第一 因為這次第三季業績 你預料了它不會差的 但問題是 很多的企業 就是很多 叫做研究機構 將那個目標定得很進取 都挺高的 所以你說 第一是否代表 這個是一個企業變數 第二是說 就真的像你說的 就是大家覺得它的展望如何 因為外面的公司那些企業 就真的透明度很高 所以怎樣呢 就是每一次他們的業績會上面 都一定會對他們話後的展望 有一定的一些叫做預測 包括就是說 可能每股的盈利增速 還有就是說 那個銷售目標指引 他們會有一個很清晰的方向 所以如果你說假設他們這些指引 這些方向 都是比較上可能是 很有保留 很負面的話 就不會大件事 因為其實 你按照美股 你按道理來說的話 美股現在真的一點都不便宜 你說減少這些效應 其實是有在的 但問題是過了今年之後 又怎樣呢 下年又怎樣 怎樣算呢 都可以充滿著比較多的變數 所以現在真的 你只要可以說 面前都幾多座山在那裡 都難搞的了 現在看大陸方面 深圳市政府 有些報紙報道 近日已經安排了幾百億人民幣 一些專項的 一些風險共濟的資金 希望由債權和股權 兩個方面入手 降低那個什麼 深圳A股上市公司的股票 質疑的風險 幫不幫助 我又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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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這些是公司自己教 高官教這樣 你又要變成政府 要插手幫 又是一個問題 又是有些 會不會都是越救越衰呢 令到大家 可能外國投資者 你現在你信不信 我們這些政策 這些東西 起碼被救我的公司 不用死住 不是說他不用死 那如果給你有貨的話 你會買還是 還是沽 我會買還是沽 難得 現在放你走 但是升停板 如果他升 如果他爆上去 我會走了 當然了 所以大家會有這個心態 你現在基本上 你明知道這些東西 可能都是三刻 是信心危機 當然了 其實現在股市裏面 有很多的股份 是一個叫信心的問題 大家很簡單 好像大家認不住 你看上去有些股份 好像當他要收拾 那樣的感覺 是不是 他有一點覺得 好像這間公司 原先覺得是很好的 突然間覺得 好像公司收拾 不行 他走貨 那是筆桂圓 筆桂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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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之前說 哇 這些都這樣 是不是可以排 一半 真的有多一半 但是這些都沒辦法 這些是那個 就是那個業務本身 整個行業的 政策方便太厲害 加上 不止一半 不止一半 高威十八個多 真的 高威十幾元 不過現在這些事是這樣 當你那個 變成一個業務上的發展 擔心之後 變成一個信心的危機 你這件事要改變 其實真的很難 很難 還有大家有點嚇嚇了 是的 你見你股價這樣跌 真的不害怕嗎 是的 好像騰訊 一害怕了 是的 騰訊也是 你害怕了的話 現在你都不會害怕 以前都可能 我覺得 我多過六道理 以前四百多的時間 沒有什麼 到你三百多的時間 都還可以考慮一下 到跌低一點的時間 你是覺得 喂 會不會再跌下去 所以那時候都說 高威的時間 可能你說 等低一點才買 低下的時間 你自然不敢買 是 這個道理 但問題是 騰訊的例子 又比較複雜 始終是因為 整個中概股 給一些大行 下調的指望評級 又是那個道理 經濟差的話 連這些股份 都受到一些 直接的 受到拖累 你都將它估值上 叫做下調了 近甚至說 你沒有了 騰訊政策 你又真的 又不知道想怎樣 還是不是有消息 所以你說 這些情況之下 你彈也好 你一來彈也不會高到哪 二來就是說 大家當時 負面情緒 又來回的時間 自自然 沒有沽過 其實這樣 難搞的 除了說中國方面 剛才你也看到 沙特方面 有些消息出來了 特朗普對沙特記者 行蹤不明 怕被沙特那邊殺了之後 他說如果真的牽涉到 調查到 跟沙特有關 可能會有制裁的行動 現在別人就兇回去 當然 如果你搞我的話 油價升到二百元美金 咦 最新消息 是嗎 是嗎 二百元而已 二百元 這個是沙特的官方媒體 如果你沙特跟Elon 玩油價這些東西 我想不像二百 不是真的 這些都是鬥大的 是啊 不過這件事 特朗普頭痛 因為其實他開頭 你知道 這件事我自己有跟進 最初是特朗普想賴過 沒什麼事就算了 但是被別人吵架了 不是 這件事發生完之後 當地的官員會覺得 為何政府會不發聲 加一加一加 才會有這麼大件事 因為加一加 別人是說特朗普 為何你不發聲 是否因為 跟那邊簽證張大的單 千一億美金 所以你不發聲 所以其實這件事 特朗普有些叫後知後覺 反應慢了 捉重 捉重 所以現在就突然間 這件事變得這麼大 所以他如先打算不發聲 但是你搞就搞一下 你又逼近中期選舉 你又不能不回應 你一回應那一刻 沙特的股市倒下了 剛才這樣叫又 一倒下就要入你數 是 因為昨天沙特股市倒下了7% 曾經最瘋的時間 你想想那一刻 那一刻 那一刻 沙特的反應是大 因為現在沙特的王署 其實他做事是很硬的 他都是像特朗普那些 即是沒有人轉的那些人 所以現在兩個 你全部在一起 都煩 那油價會不會 含不含聲地爆上去呢 反而我覺得 有未必會 因為如果你真的含含聲地爆 按到你爆了 那你這一下 你不爆 其實你 我覺得暫時沒有什麼 不過都看著伊朗那些事情 先 沙特的情況 和伊朗有些不同 但是你都看好油價的前景 是不是 看好 不是油價 不過我看這一陣子 我看伊朗這一陣子 就是 你問深料油價 究竟有沒有一些 真是很實正的條件 是可以彈呢 其實沒有 因為看來人的經濟 經濟差 經濟差 經濟差真的差 但是純粹 以伊朗這次這件事 因為大家記住 這一陣子的時間 那個油價 不是講什麼供不供求的問題 你說供求關係這樣的話 現在的沙特 加上其他國家 要補回伊朗條數 其實不是不行的 其實我覺得是 反而反過來 真的都容易 但是問題就是說 你去到一些地緣政治局勢 我經常都說 封鎖那個海峽的話 你不能玩的 所以這樣是一個 大家估計不到 有機會發生一些 大家估計不到的狀況 所以既然是這樣的話 油價在 叫做 11月之前的時間 你說再有機會 再上一陣子 其實不奇怪 加上沙特這件事件 因為其實我不知道 沙特這件事件 那個問題複雜性 比伊朗更加複雜 因為當中涉及很多 一些叫做 利益 這些關係 因為 按照之前的時間 沙特 加上俄羅斯 加上美國 三個國家 其實好像 在油價 在油的問題上 有計談的 但是現在出現了這個亂子的話 你又不知道俄羅斯搞哪個 俄羅斯對他來說 你油價升 不知道我多麼歡迎 還有 油價做的因素 為什麼會上升 因為之前的時間 油價跌得很厲害的時候 你看到很多國家 就像維路沙特這些 其實是不行的 是很嚴重的 但問題是現在升上來的時間 你變成有些國家 其實有點兒好像 那個財產狀況是好起來的 所以有些國家 其實根本上 它是不想油價跌下去 這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這件事 你搞搞搞搞 其實油價有沒有機會 真是有些 很大的回落 我覺得機會第一 未必太大 第二就是說 反而反過來 很多國家 如果這一陣子的時間 你沒有 你放一陣子上去的時候 他們都是 記得理者 何來而不為 但是不過 始終是現實的情況 就是你升級有個譜 但是如果是這樣的話 現在可不可以 極短線去追一追 一些油股 或者一些石油相關的 但是這些位置再追 就真是 要這麼說 就算你駁上去都好 好像你中海油這些 你都可能是15個多這些位 現在這些位置又不高不低 你有點尷尬 所以要駁的話 不是不行 但是不會這些隔駁 這間隔駁 你是炒一個幾毫的算數 但是有些難度 有些難度 反而反過來 油價 我覺得如果你真的想買的話 不如索性 即現在這個位置 索性那些油股ETF 那些可能還有數 因為這些位置你買 即是追蹤WTI 那些原油性數 對 因為你看到油股 其實大家如果有印象的話 上個星期 油價每一天都是升上去的 但油股也是對的 其實油股有機會受到 那個市場的氣氛影響 但主張油價那些ETF 是不同的 但怎樣都好 油價這一陣的時間 就算我覺得它有機會爆一陣勁也好 但可能是很短暫 很短暫 因為油價升上去 其實很多國家也都不太想你這樣 遇到這個情況 但現在沒有東西玩 那些事 那就先休息一下 我覺得不一定要 一定要拿貨 很簡單 有時那些人 即是一些記者 打來 好像都 有時候難度比較悲觀一點 不太行 那些什麼買 防守性一點都可以 那我覺得 那什麼防守性 那些錢呢 你買股和拿錢的話 那一定拿錢好過 最防守性的 總是覺得你要買些股才行 那我覺得有時候 又不用這麼說 沒有這麼說的 即是現在防守性股份 都可以等下先 等下 今天270也堆下去 你知不知道 270 今次就是雨海投資 都跌下去 那你想想 雖然說防守性 公認是去防守性股為虛的 那去到隊了 那你說如果這樣算的話 市場這樣 都是 先試一下 是嗎 休息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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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 那我覺得 如果市場這麼動盪的話 那有貨就先拿著 沒有貨就先等 那OK的 這個時間 最好去旅行 講完都叫強 都叫強一點 是不是 去日本也很高 另外 不如說一下 那些手機自備股 今天看到很特別 2382本身有一升 但是2018 瑞昇 這個也好問題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剛剛 下午的時候 有一個數據出來 就是9月份 大陸手機市場 那些出貨量數據 按年下降 大約1.1 左右 按月增長大約2成 頭三季的 手機出貨量 按年都跌大約1.7 另外有一個消息 便宜價版的iPhone XR 星期五開始接受預訂 大家都猜 銷程會不錯 關不關事呢 關不關事 既然不錯 水星跌什麼呢 是不是 不知道 因為市隊 所以有時候 你怎麼這麼說 我覺得不需要刻意 刻意地找一些理由去解釋它 有時候的股份就是 你要跌就要跌 而且好像這一針 但不是的 你同一個板塊 不是 那你信譽 你把數據說完 都真是 最好漂亮 漂亮 其實算是這樣的 起碼 你經過那天 星期五 爆上去之後 今天都回到一些 今早上還可以升 問題是 今早上升那一刻 我都覺得 都是什麼 都是 被揮你走 你遲遠到我那一句 你的業績 叫我出貨量多好 都好 要看毛利率 就是 還有看你有幾條數據 那一年不行 那一刻 我上半年 最慘痛的 就是送了你的數據 終於就中了一招 是不是 我中一次招之外 還敢再買你下去 不要 不要制 等一下才好 我來一轉 明天出來的數 叫我OK 美女仔仔的 有改善的 我再想到未遲 現在再追 真的不用 剛剛 有個同事發出 蘋果供應商 歌爾計劃 遷開到越南秘訣 這件事不是現在的了 這件事是上星期五已經說了出來 其實應該這麼說 現在內地 之後會出現一個情況 就是 很多原先在中國設廠 輸東西去美國的公司 很多的廠商會遷到東南華那邊 就是希望不要受關稅 沒錯 沒錯 但是 這是一個過程 因為現在 你講的是 就是我們說 疫差這件事 中國最多是他 所以你預了 美國那邊 如果你既然玩得 之前那些把戲的話 你不會收手 一定要Donald Trump的玩法 一定繼續下去 除非 你可以說 除非 他突然間 要是轉升 要是 第一次可能他下台 新的位置 上任的位置 可能有些政策上改變了 如果不是的話 這些改變方式 這個情況 應該不斷改變 所以 如果你這樣算的話 按道理 對於這些廠商來講 你想想 它有設廠 遷廠 是有時間的 而且 涉及的資金也大 如果這樣做的話 它反映自己說 他們覺得 美國這些政策 這些措施 短距裏 是不會改變的 所以這個行動 所以你預計 不要這些公司 大量都會這樣做 甚至你說 好像瑞昇這些 我相信 遲早都會 有機會 將廠房都會 慢慢都會再 再遷移出去 但它始終的底 都是中資底 會不會影響呢 又沒有的 做生意就 按道理兩回子 中資 沒有說一定要幫它中資 不是 它中資底 就算它的廠 搬去越南 出貨給美國多 那不會 那些公司 甚至乎 你可以說 將廠房直接遷到美國 做到的話 都會這樣做 只不過你說 多還是少 還有 到之後的時間 是不是真的 剛才我提及到 你長遠 因為你一做這些事情 是長遠的 你不會這麼兒戲 你還打機嗎 按按按鈕 在哪裏 起一間廠房出來 不是這樣的 這是長遠的情況 但他們有得這個做法 就意味著 應該都是 預了打持有抗戰 這樣玩 是難搞的 好了 不如又回答一下家庭觀眾的問題 好 市場都是牛口的 杜小姐 在電話旁邊 杜小姐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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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跟2319那隻無牛 那個又可不可以 兩隻是比較哪隻會好些 哪隻會好些 哪個位置入哪個位置走 是否沒有過 全部都沒有 杜小姐 你打算短炒 是不是 是啊 明白 本身自己 除了這兩隻想問的股份之外 還有沒有那些股票 或者股票和現金的比例 是有多少 你 沒有過的 全部都清倉了 現在手痕想買東西 手痕明白 其實杜小姐 你問的兩隻股份 我覺得是一定的直播率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 如果要再選一些 比較上 我覺得是防守性 相對比較高的股份 比較直接的去想 一些叫做必須的消費品的股份 你以為好像恆安 甚至乎是蒙牛這些 食品類相關的 其實是OK的 如果以這個概念上去看的話 沒問題 但是一個比較大的致命商 兩間公司都出現這個情況 是怎樣呢 我都沒有這兩間 其實內地很多的消費品的股份 都出現這個情況 就是他們的營銷開支 其實升級了 其實你可以說 雖然他們的生意 就不能做 但問題就是 他們本身那個 推廣開支 甚至乎 因為其實你預計 好像恆安為例 恆安打的市場 其實很穩定 你不會有什麼 很大的 變數 但問題就是說 第一 原廠的價格 有機會是會升 第二 就是 我經常都說 他本身有些包袱 是什麼包袱呢 他有個品牌 當你有品牌的時間 尤其是品牌比較上 是中高檔市一點的話 你說可以有些隨便 大幅地劈價 你不行的 因為你要猜一下品牌的 那樣東西 但與此同時 其他公司 有機會就說 我不會去做 搶你市場 搶你市場 所以這個可以說 對於恆安來說 比較大一點的變數 還有 在一個走勢 都真是 這幾天 這幾天的圖走勢 都真是幾差 你見到他真是 不斷是 出現一些 我們說的大陰燭 向下沉底 所以如果本身你說 你沒有貨這一隻的話 不如考慮一下 再觀望一下 還有走勢的表現 都真是不算 很理想 所以恆安 暫時都考慮一下 等等 相比之下 蒙牛好像好少少 因為蒙牛 始終你可以說 之前的時間 叫做試了下去 低位度 大概是逼近21元的位置 好像有些支持 所以如果你想著 駁的話 兩隻給我選 蒙牛比較直駁 不過都是安全為上 以為大概 21元左右作止蝕位 21元的話 又考慮止蝕 上面都可能暫時 逼近24個半左右 目標價先 現價買 研究都可以考慮 不過就那句 21元左右 你不穿就OK 不過你想想 可不可以再看好些 先的話 你不可以看客人 可以說21元這位置 搜得穩才再考慮 都OK 好啊 都多謝這位朋友 電話好厲害 清瘡了 現在吃著花生先 看看價格不到 另外周小姐 也在電話旁邊 周小姐你好 周小姐你好 我想問一下 1813 我問過你們 是啊 經太傅 我是10元4毫 平衡10元4毫 買了1萬股 出了一半 六個4毫而出的 現在只剩一半 1813為何這樣 會不會有事 或者怎麼看 全部內房都壞 是啊 其實呢 都不是很關 他靈性 他靈性比壞人 靈性 這個 先看看 周小姐 周小姐 其實都不關他事 當然可以說 我們內房這個板塊 都有分一些強弱之分 有些 可能那個表現上 可能相對比較好一點 但是整個板塊的走勢 其實都沒有哪一種 特別是會說出奇地 可以說逆市做得比較好 我覺得都真的見不到 但是問題是 之前的時間 你出了一半貨 那你現在的一半貨 還怎樣部署發好呢 民心的 那個股價都真的不斷 已經是跌破了之前的低位 你看到現在 我偷偷拉遠一點 你會見到 現在這些位置都已經 還會拉遠一點 所以去港 先接近一下 去年9月份的位置 你可以說已經去到那些水平 如果你看到那個往績的話 大概在5元那些位置 有一定的支持 所以你說 既然現在 可能你說 已經減少了一半貨 餘下了一半 那你怎樣部署發好呢 那你不妨可以再看遠一點 看看有沒有機會 你說5元那些位置 搜得穩的 那你先拿著它 但是問題是 穿5元也是要暫攬的 還有現在這些位置 因為跌手跌得比較多 那你說短期內 有沒有機會出現一些 我們說一些 技術性的反彈呢 都不排除這個可能性 所以你又可以暫時考慮 就拿著它 不過都是那句 5元穿上 都是要投降的 但是這一轉的時間 你有課 先拿著它 看看有沒有機會 可能你說 大概逼迫5.8 6元這位置的時候 就走去那半貨 不要說 合景泰富 剛才我們說的 碧桂園 都滾了這麼多 碧桂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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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真的更差 是啊 合景泰富 衰處 微算碎衰 碧桂園 其實你兩隻真的差不多 我再看遠一點看的話 其實它只不過 都在之前 都不是 它反而是想錄住這個位置 如果那個跌幅呢 比這個 是比這個 更差的 所以其實都不是這一隻 是根本上全個板塊 都是真的壞 我想比較好一點 是哪一隻呢 反而應該是什麼 中海洋 中海洋這些 都還叫做 龍頭 龍頭 還有它那個跌幅 沒有說真的這麼大 為什麼呢 因為說它之前的時間 當它升上去的時候 又會升得這麼厲害 所以這些是相對的 所以你說如果要買 內房板塊的話 都是那句 真的叫龍頭 可能厚低的時間 買這些的話 可能它升得比較慢 但至少真的要安全一點 很快聽梁太的電話 梁太你好 梁太你好 我可以問兩隻嗎 是你問吧 我想問11號恆生和26300 這兩隻呢 我本來都打算用來長擺收息 是長擺收息的 打算分住買 所以我兩隻都還沒有買 恆生收息之後 就是197元左右 OK 而港燈呢 就貴一點 7.87元 就入了一些 這樣 我打算 就算它怎麼下跌 我可以下跌 然後到最低位 又有一點起色回升 我才會再溝 我這樣的想法 對不對 OK 我先說回 我問恆生 即是溝貨的概念 玩法 我覺得你可以考慮 不過呢 你分轉買那個技巧 我覺得要留意一點 因為 為何我先說恆生 其實說銀行板塊 當然你說恆生過去的往績都OK 一定不會太差 但現在我反而關注的是 經濟的情況 因為如果經濟轉差的話 其實銀行股業務的發展 都一定有影響 這個是真的 變成你說 以往的時間 可能派息比較好 業績比較帥仔 這些因素 有機會 大家可能會重新再有些估計 所以 其實恆生 我覺得你有錢賺 現在不如考慮一下 可否減一減榜好一點 我覺得恆生 可能你說 現在減一點 等它再跌一點的時候 再加注都未遲 因為我覺得恆生 有機會真的要再 再跌下去 真的不出奇 因為我之前都拿了恆生 然後我在加息之後 那幾天我都走了 為什麼 為什麼呢 我都認不住 經濟一旦轉差 其實銀行股股 都一定有影響 而且你看到 就算加息它 都沒有什麼力量升 現在幾 你看五號和中銀香港 廢得不得之了 因為 這樣說回來 我覺得現在大家 是擔心經濟問題 你說加息 對於它們來說是有利 但問題是加息之餘 你經濟差的話 你浪費其他都少了 所以這下 我覺得大家可能 要拿一個平衡位 但如果你有貨的話 所以說 你拿著才是無妨 不過我見這位朋友 你有錢賺 有錢賺的話 不如先拿去轉貨 例如你說26、300 這些 既然你說現在有少許虧損 這些又不怕拿 公共事業 最多你 真的可以說 美國加息的時間 它再捱多一點點 價位 但是 這些長擺 按道理由 真的不要擔心 現在五零幾個息 是不是都叫OK 我覺得 跟債息相比 這些一定跟債息相比 但是你的債息升 都還是會有些影響 不過你預計了美國 可能你說加多 加次加多 今年加多一次 下年加三次 加多一零 但六七零到 這些位置 是很安全的 所以如果你說本身想著長擺 你又不理會的話 甚至乎 我放很多 一零給它 都沒有所謂的 你還拿著先 是OK的 好啊 多謝梁太的電話 大家都穩陣些 穩陣為上 市場好像想跌多了 反而覺得 是不是一陣 一陣跌下去 是跌一些內銀股 是啊 今天的內銀股 都拖得 市多厲害 九三九龍 一三九八 是啊 匯豐 還有九四一 今天其實那些重磅 全部都跌得厲害 有幫助又好些 其實都真的不行 好啊 先談到這裏 Stanley說了很多股份 有沒有持有呢 好似沒有 好像沒有 好像沒有怎麼說 信譽 有信譽 好 謝謝Stanley 稍後回來還有其他直播環節 稍後回來再見 好